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启述第21章 第一至第二節 我有看見一個新天新地 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可也不再有了 我有看見聖城新耶路撒蘭 由神那裡從天而降 預備好鳥就如新婦裝飾整齊 等候丈夫 沒錯 昨天我們講到關於 我們怎樣知道我們是個金燈台 答案很簡單 就是怎樣呢 我們知道金燈台代表聖經 我問你 聖經神的話 是否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聖經神的話是否幫我們知道神的旨意 知道我們的神是誰 知道神的計劃 聖經是否幫我們知道神的律例典章 是嗎 好了 正經金燈台是會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呢 我想問問問你們 聖經教會是否幫助很多在黑暗當中的人 成為他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聖經教會是否幫助人去認識神的律例典章 幫助人去認識神的時代計劃 是嗎 主耶穌基督就是示範這件事 主耶穌基督成為別人的 這些在死陰的人成為他的真光 聖經講的是 加利利 他住在死陰當中的人 是看到這個真光的 就是這樣 因為主耶穌基督就是人家的腳前的燈路上有光 他幫助人愛神 他幫助人認識神的旨意 第二 大問題是 我想問你們知道 白子黑字神的話 當他寫在我們的心版上的時候 我們肉心上的這個神的話 是比白子黑字上的神的話 是更加會出聲說話 會去做事 會去幫助人 會成為別人的榜樣 使人去跟從神 你知道嗎 所以神就寫了白子黑字的神的話 所以你會看到為何聖經裡面清楚記載 其實舊約是寫在律法版上 但是身約是寫在我們的心版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神所要的 就不是他自己打造出來的 家支的七個金燈台 他也不是要 收回他自己白子黑字的本聖經上去 他要收回我們的靈魂上去 但我們有沒有愛神到那個階段 將神的白子黑字的話 刻在我們的心版裡面 我們有沒有將神的金燈台 變成使得我們成為這個金燈台呢 神的話是做到那些這樣的事情 神的話一發出的時候真的做到那些事情 但是問題是你呢 你有沒有成為在這個時代 成有話語呢 如果你有的話 那你就會知道 你是不是那個金燈台 是不是 所以 回來了 那是不是那些 靠死幸 死做難做 就可以了 不是 有些人死做難做 仍然很冷靜的 仍然說髒話 仍然吸煙 我幫過一個 直成在那些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接待一個 在外國很出名的一個 的報道家 是專門在那些叫做 Inter City 那裡去幫那些窮人 怎麼知道 Inter City 就是其實因為美國 有些的貧民區 是在那些商業區 商業區是沒有住宅的 但是那些人沒有錢 就走去這些地區 在別人下班的時候 走去那些地方去睡覺 但是問題是 滿口粗口的 你明白嗎 如果你見著他的時候 其實很難順著 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說很多時候 難道聖經滿口粗口 難道聖經裡面 全部充滿奸淫 努力 這些東西 不是的 整個說不是 那為什麼我們是呢 是吧 原來就是說 他們是聖經還聖經 他自己還他自己 他叫人遵行本聖經 但問題是 他們自己所做 而你千萬不要學 就像主耶穌基督 在《馬太方》 第23章 第1和第2節 所說的一個事實 所以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是金燈台呢 就是 你有沒有做回 聖經能夠 對人類所做的 同一樣的貢獻 聖經是記載了 讓人知道 神的偉大 神的智慧 精金一樣的話語 但是會不會 我們都能夠做到這件事呢 我們會不會 甚至更加 更加 就是我們解釋呢 解釋給人知道 給人更加清楚 神話語偉大 還是我們 我們誤解加誤解 導致人家盲淚淚呢 是不是 所以你要看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我們辨別的方法 當去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到第二步 就是 燈 燈就是如我所說 在地上的 未高升的 是被人點著的 但如果你是星的話 就如我所說 就是自發 就是星是自己發光的 是不是 而事實上 你會看到 如果有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相信就是藥室 藥室就是一個 你看人生當中 他不是靠人點著的 他十七歲 就已經被人賣了 做奴隸 但你要看到藥室 他是怎樣 他是自己發光的 所以你要看到 在聖經裡面說 藥室的夢 就說另外的十一個星 甚至月亮和太陽都向他下拜 那你就明白了 因為為什麼 藥室在受算 沒有人幫下 被人害的情況下 在極之困境的情況下 他都自發地 去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話 精通關於這些異象異夢 並且和神建立一個好的信仰關係 甚至埃及的人想解夢 無論由皇帝至酒證 這個善長 都用他去解 沒錯 藥室不是完美 尤其是他十七歲的時候 不是完美 但在過程當中 你就會看到 聖經所說的星 為什麼其他星向下拜 因為你會看到 無論雅各也好 或者其他十一個兒子 他的信仰跟他不同 十一個兒子 是在群體當中長大 逆拼車有人去維護 或有藥室在這個家族當中 是最接近似阿伯拉罕 他在逆境當中 他的信仰一長大到十七歲的時候 跟著之後 就是真的去自發地建立他的信仰 建立一個不失見證的信仰生活 就算他的主母去引誘他 他都主動避開的 你知不知道 他十七歲之後 他不是靠人點燈 他是自己付出自己認真的 在信仰上回應神 他有沒有在這些 一次又一次的低墮 一次被人陷害的時候 第一 他有沒有埋怨神 沒有 第二 他有沒有埋怨人 都沒有 你會看到他經歷這些波折 他經歷這些困境 在這些經歷當中 他被人害他 但是你看到他的信仰提升 和神的關係提升 他的恩賜提升 他解夢的精湛度 就更加提升 他在逆境當中 都比別人在信仰更加成功 但是相反普通人 普通人 沒有這種自發性信仰的成長 他們在波濤洶湧當中 他會埋怨 他的信仰會跌 有些人不依靠身邊的人 輔導的話 就不行 他們因為 心裏充滿 粉粉不平 粉細疾俗 麻怨神 這裏不明白 那裏不明白 將他和神的關係 拋到九燒魂害 如果不是有些 屬靈長者輔導 生存不到 藥室哪裏找個屬靈長者 他沒有教會 他正在坐牢 或者做奴隸 被冤枉 很多教會也是 很多基督徒也是 他遇到這些逆境 他怎會再提升 他們會直接信仰走遮面 他會變成整個埃及仔 即是世界仔 你會看到 有些人在這個光景 有些人在一個好的環境 好的教會 就會撞住他 就不會 撞得那麼慘 那些就是登台 但我講的是藥室 藥室就是立聖 誰知道你是立聖 看看藥室 比如說你看阿伯拉罕也是 阿伯拉罕也是 阿伯拉罕也是典型 好像星級的基督徒 你會看到神給他的加換率 不同程度的加換 你會看到 神一開始 要求他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你會看到 神在他一路成長的信仰 他沒有在以撒出生 第一歲的時候 就要去殺他 沒有 他要去長大 長大到 他是一個少年人 神要求他獻以撒給他 你會看到 神給予阿伯拉罕去成長 但是阿伯拉罕在這個 成長過程當中 他自發 神要求我獻以撒 讓我先找社會福利署 先談談 讓我先找社會工作人員 先討論 不是的 你會看到 在過程當中 這些很多的基督徒 他們都是自發的 不是靠人輔導下 他們跟從神 他們不是燈那麼簡單 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星的基督徒 但是最有趣的就是 你看到他們全部都有同一個物料 就是全部都是用加換的率 去換取他們人生當中的高升 所以你會看到 無論我們說會幕 我們說的聖殿 就算沒有會幕 沒有聖殿 都已經是有這些 用石竹出來的祭壇 你會看到 去到有聖殿 有會幕了 七個聖殿 沒有一個聖殿 是脫離獻祭的 沒有一個聖殿 就算我説屬罪日 要進入智聖所 他們都要在這個同祭壇上獻祭 所以交換的率 是整個信仰的 所有的過程 只不過開頭交換的事情 是好像阿伯拉漢 只是離開本地本族父家 但跟著他一百歲所生的兒子 都要獻上在台上 在這個壇上獻上給神 這個交換只是一層給一層更加深入 但是所有這些的交換 都會換來我們信仰的成長 換來信仰裡面的祝福 啟述第21章 第一至第二節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 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裡從天而降 預備好了 就如新婦裝飾整齊 等候丈夫 我原決心選手 將福音世上 為主要奮兵自求 我原獻上赤身 背負這使命 定意實前者方向 定意實前者方向 天活仔 讓身心皆念上 宣傳承 宣傳真理 將福音見證 越設直信心 宣揚 天活仔 現機望榮耀讚賞 成就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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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生